《理財分半鐘》 《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榮 從Raw of IRA 帳戶做提取 是有特別的稅務規則 雖然其中屬於本金的儲蓄 不論什麼時候作提取 都沒有稅金和佛金 但是Raw of IRA 提取規則當中 有兩項是和五年內提取有關的 第一個五年提取的限制 是和從Raw of IRA 帳戶提取收入有關的 雖然Raw of IRA 的本金 任何時間提取都沒有稅金和佛金 但是提取帳戶裡面收入的時候 就要符合兩個條件 才能夠免稅和免佛金 第一個條件就是需要擁有Raw of IRA 起碼五年 這個五年期是可以從任何Raw of IRA 帳戶開始計算 即是曾經擁有Raw of IRA 帳戶 起碼五年就已經符合條件 第二個五年期的限制是將傳統Ira 轉為Raw of IRA 稅例規定將傳統Ira轉為Raw of IRA 的金額 雖然已經給了稅 但是假如在五年內做提取 就需要給10%的佛金 這兩個五年期的限制其實是可以輕易避免的 因為從Raw of IRA 帳戶做提取的時候 可以只提取你每年擺進去的金額 即是可以避免提取帳戶裡面的收入 以及避免提取由普通Ira 轉成Raw of IRA 的金額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本中見面 星期一至五《理財分》本中的節目內容 將刊登在星期六的《星道日報》 和彫眈的相見